快递小哥凌晨加班送包裹 可当他来到二楼时 竟闻到好大一股臭味 意识到不对的小哥 在窗前观察了好一会 也没看到这家的主人 于是他又搬来小板凳往卧室看去 这一看差点把小哥吓傻 等他反应过来后 立马向警局报案 特案组成队带着警员赶到现场后发现 单身美女一不蔽体地死在了床上 警方勘察完现场后 发现凶手应该是将这里彻底打扫过 他们连个头发丝都没找到 倒是发现了死者的衣柜 全都是火辣的泳衣 这时警员带来了这间房子的房东 可他哪里见过这种血腥场面 当即就被吓得呆愣在原地 直到被陈队带到楼下才反应过来 他向警方交代 死者名叫刘春梅应该有35岁了 当时是通过小区门口的租房广告找到他的 租房时他明确说过就他一个人住 这刘春梅似乎很有钱 看中房子之后连价都没问 直接签了三年的合同 交了一年的房租 见刘春梅如此省心 房东此后也就没在关注 所以对于刘春梅的个人情况 他也不太清楚 不过当时签合同时 他留了刘春梅的户籍住址 是在隔壁市的一个开发区 回到警局后 法医的验尸报告也正好出来 刘春梅的死亡时间是在六天前的凌晨 是被超薄的刀片割断颈动脉尔亡 凶器疑似是手术刀或者裁止刀 此外法医没有在刘春梅身上 发现任何搏斗或者被侵犯的痕迹 凶手极有可能是趁着他夜间熟睡时 偷偷潜入将其一刀杀害的 并且从现场的情况来看 刘春梅的贵重物品都在床头柜上摆着 现场也没有被翻动的痕迹 这说明凶手的目标不是青采 从凶手狠辣的作案手段来看 他应该是和死者有过仇恨 此外现场的门窗完好无损 没有被撬动过的痕迹 凶手应该是有刘春梅家里的钥匙 那这极有可能是熟人作案 陈队当即决定 从刘春梅的人际关系开始调查 他们准备先去刘春梅的户籍地调查 但在半路他们差点出车祸 得知是对面司机的车方向盘有些问题后 他们热心帮忙后就接着赶路了 开了一晚的车 他们找到了刘春梅的弟弟刘志强 在得知姐姐的死讯后 刘志强哭得气不成声 他称姐姐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下岛工人 之前在场里上班时 都是他自己独来独往的 不愿与人深交 也就从没和别人发生过矛盾 就连别人给他介绍对象 也不愿意接触 前些年父母去世后 就剩下他们姐弟相依为命 后来他结了婚 姐姐也正好下岗了 三个人都住在这间房里很是尴尬 可能是为了不给他添麻烦 有一天姐姐突然提出要去外地做生意 原本他还担心姐姐独身在外不安全 可见姐姐心意已决 他也不好再多说什么 第二天姐姐就离开了 临走前还给他留了个纸条 说是把他自己的存折带走了 这些年他存了有五万块钱 准备当做生意的本钱 让他不要担心 可自从姐姐去了外地以后 他们之间再也没了联系 所以刘志强对于姐姐去外地以后的事 完全不了解 得知刘春梅的情况后 陈队带刘志强回警局认领尸体 大伟则把调查到的信息同步给了警员张力 但听完这些信息的张力 却发现了一个问题 既然刘春梅从梅谈过恋爱结过婚 那案发现场他衣柜里的火辣泳衣 是干什么用的呢 虽然这样能勉强解释得通 但刘春梅是来做生意的 可警方勘查了整个案发现场 都没有发现账本货单之类的票据 并且刘春梅离家时手里只有五万块钱 可他租的房子并不便宜 还没有和房东还价 就一次性交了一年的房租 这明显不符合常理 正当两人因为此事争吵时 带刘志强认完遗物的陈队走了进来 刚刚刘志强看到刘春梅的那些衣物后 表现得非常震惊 他向陈队保证 以前在家时 刘春梅从来没有买过这种衣服 这说明他很有可能 是来到这里之后谈了男朋友 但眼下并没有什么线索和证据 能证明他有男朋友 于是他们决定再次勘查案发现场 他们找来房东开门 进去环视了一圈后 发现卧室里的硬板床很是突兀 就像是一堆法式小面包里 突然冒出的臭豆腐 和屋里的家具一点也不配套 询问房东才得知 他当时给这屋里配的是西梦斯 但刘春梅租房时非要他把这床 换成木板床 他称自己有腰间盘突出 根本睡不了这种软床 害怕大客户跑了的房东 当即从老家背来这套木板床 可张力听后突然想起 他当时在勘察现场时 没有发现任何治疗腰间盘突出的药物 而且他去查过刘春梅 来到这里后的就诊记录 可一共四次的就诊记录 没有一次是和腰椎病相关的 这完全可以表明 刘春梅一定是和别人同居的 且这个人患有腰间盘突出 听到这个房东突然想起 墙上的话也是刘春梅带来的 画面中是一个身穿红色泳衣的美女背影 她安静地坐在岸边 似乎是在等什么人 房东称这幅画是刘春梅非要挂在这里的 为此还在墙上定了个洞 可把她心疼坏了 陈队听后觉得这可能是个有用的线索 当即把油画摘下带回了警局 但没想到张力在检查时 发现画框里竟然藏着一本存折 打开一看上面的金额差点把张力的下板惊掉 一个下岗职工竟然有108万的存款 可仔细查看后却发现 其中的100万是刘春梅来到本市后才存入的 从去年的5月到8月一共存进去4次钱 每次25万 这个金额怎么看都不像是做小本生意能赚到的 看来这个人不仅有腰间盘突出 还很有钱啊 每次存款25万 这么大的金额应该是通过转账存入的 几人当即决定前去银行调查 银行这边在听到警察们的需求后 当即派出优秀员工小王协助他们调查 可经过一番查询却发现 几笔存款都是现金存入 根本无从查起 眼看着线索又要断了 就在几人焦急上火时 大为想出了一个方法 可以按照刘春梅账户上的存款日期 往前推三天 筛查出所有同样金额的取款账户 按照这个办法 小王一共筛查出了38个符合条件的账号 将这些人的资料带回警局后 大为通过一晚上的筛查 锁定了一个名叫钱浩博的企业家 他今年52岁 是一家上市公司的老总 完全可以说是家财万贯的成功人士 陈队在看到钱浩博的照片后 立马想起这不就是之前 害得他们差点出车祸的人吗 有意思的是 钱浩博四次取款的时间 与刘春梅存入银行的时间是同一天 且他也患有腰间盘突出 最重要的是 大为在钱浩博公司的网站上 发现他之前在刘春梅的老家上过大学 也就是说他和刘春梅有过交集 大为怀疑他就是和刘春梅同居的那个男人 也极大可能就是凶手 但此时并没有证据能证明 所以陈队决定 24小时监控钱浩博 可五天过去了 陈队并没有发现他有什么不对劲 反倒是警员都快熬成大熊猫了 直到星期五的这天 钱浩博没有像往常一样下班回家 而是和秘书一起去了酒店 并且在次日清晨就提着公文包出门了 但还没等大为跟上 钱浩博就开车消失在了警察的视野中 无奈陈队只能请求交通部门的协助 不过此时的大为 接到了银行员工小王打来的电话 原来钱浩博刚刚去了银行 这次他转了20万到刘志强的账户里 刘春梅的弟弟竟然认识嫌疑人 这个发现让陈队一时间不知该洗还是该弄 他们又马不停蹄地赶到刘志强家 这会儿的刘志强 正往家里一件一件地搬着大件家电 转头看到警察后 瞬间憋住了笑脸 他急忙向警察撇清关系 称自己一直在家乡 根本没出过远门 也不可能杀自己的姐姐 刘志强对于钱浩博 和刘春梅的事情 一问三不知 惹得陈队暴怒 痛骂了他一顿才老实交代 原来他在收拾姐姐的遗物时 无意间发现了姐姐的日记本 上面记录了他和钱浩博相识的过程 刘志强看到后 觉得姐姐一定是因为他才死的 于是他按照日记本上的电话打了过去 得知刘志强身份的钱浩博 给了他二十万当作封口费 刘志强哪里见过这么多钱 当即就答应了下来 并承诺会将日记本寄给钱浩博 如此说来凶手应该就是钱浩博了 陈队立马回到本市 对钱浩博进行抓捕 但没想到找到钱浩博时 他就剩一口气了 身边还散落着一个药品 警方立即将他送往医院 经过抢救钱浩博脱离了危险 他向警方交代 刘春梅的死的确是他的原因 二十多年前 钱浩博是先结的婚再去上了大学 年轻气盛的他 只能通过游泳来释放火气 临近毕业时 他在游泳馆遇到了刘春梅 看到他白皙的皮肤 像美人鱼一般在水中游动 他瞬间被勾走了心智 主动上前和刘春梅搭讪 那个时候的人对大学生都有一层滤镜 刘春梅也是如此 他在得知钱浩博是大学生后 很快便与他熟络起来 几次接触之后 钱浩博见时机成熟 便趁着设友回家以后 带刘春梅去了他的宿舍 两人当晚一起畅想未来 并且钱浩博还向刘春梅承诺以后会娶她 让刘春梅等她回来 可没想到这一等就是二十年 钱浩博回到家后就将她抛之脑后 直到去年她出差再次来到这里 鬼使神差地想起了那段往事 于是决定再去游泳馆回忆一下 但没想到刘春梅竟还在这里等她 钱浩博一下子幡然醒悟 当即回家和妻子提了离婚 想要娶刘春梅补偿她二十年来的心酸和伤痛 但她的妻子并不同意离婚 无奈她只能推而求其次 将刘春梅接了过来 慢慢偿还她带给刘春梅的伤痛 但没想到事情会闹成这个样子 那天她还像往常一样 凌晨四点去出租屋找她 但没想到此时的刘春梅早已被人杀害 她瞬间就明白这是谁干的 但她坐在床边沉思两酒 最终决定将自己在这里的生活轨迹全部抹掉 装作从来都不认识刘春梅的样子继续生活 可仅仅只过了几天 她就被良心谴责的寝室难安 决定回忆完她和刘春梅的过去后 就追随她而去 今天拿到刘春梅的日记后 她决定立马就行动 于是她吞下了一整瓶药 但没想到还是没能成功 她这一生太失败了 听完钱浩博交代的一切 张力立马将真正的凶手带回了警局 这个人就是钱浩博的妻子郑力 审讯室内郑力直接承认她就是凶手 因为她不能接受与她相爱多年的丈夫 竟然毫无理由地要跟她离婚 于是两人闹了一个多月才消停 钱浩博不再跟她提离婚了 可她开始每天凌晨四点出门夜跑 察觉到不对的她跟踪钱浩博 竟发现她在离家不过一公里的地方 又租了一间房养了个情人 接受不了这一切的正理 决定除掉这个女人 这样她的老公才能回归家庭 正当她发愁如何除掉坏女人时 她儿子的同学汪小枫走进了她的视线 郑力一眼就看出 这是个有野心的人 她想一步登天 那郑力救助她一臂之力 她私下里给了汪小枫十万 并偷偷配了钱浩博的钥匙交给她 并且答应她事成之后再给她十万 果然没过几天 她就看到丈夫失魂落魄地回了家 她知道是自己赢了 可是结果怎么样 她马上又找了一个生活秘符 根据郑力的证词 警方很快将汪小枫抓捕归案 审讯室里她哭着交代了自己的作案过程 案发当晚她早早地埋伏在刘春梅家楼下 等到凌晨十二点 她才捏手捏脚地来到了刘春梅家门口 用正力给她的钥匙打开房门 可刚走进卧室 刘春梅听到动静就坐了起来 情急之下她拿出美工刀筒向刘春梅的脖子 等她反应过来识人已经断了气 尽管汪小枫在审讯室里哭得气不成声 可她仍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仅仅二十万就买断了自己的青春 真的值得吗 这个钱浩博也是真的渣 因为她自己的烂情 伤害了两个无辜的女人 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大渣男 而正力的做法也实在是偏激 为了一个不值得的人沾上了鲜血 实在是可惜 离婚后分得家产 过自己的小日子不好吗 专注解读影视悬疑案件 我是夏侯 感谢关注